大家好 我是陳紫遷律師 今天是2024年11月7日星期四 今天我會和大家跟進500小三入屋事件 因為事情經過一段時間發酵之後 就迎來另外一個發展方向 我會和大家講一下新的發展是怎樣 我的一些看法 好 我們立即開始 那當然整件事為什麼會加醜外傳呢 就是因為500大小三入屋引爆了這個炸彈 當東章的報導出來之後 有其他網台也邀請了吳小姐去做訪問 吳小姐就是一個YouTube Channel 生存生活空間 就真情否白她對500大小三登堂入室的始末 那我看回整段片 感覺就是這個網台的主持人是偏幫吳小姐的 特別有一點當吳小姐說到500在澳洲撞車入院的時候 根據吳小姐的說法 500就撞到半身不遂或者很嚴重 而她媽媽的情況就更加嚴重 出現了昏迷的情況 作為女兒的吳小姐 她就不斷在家和醫院兩邊奔波照顧父母 但是網台主持就說 你這麼忙都還要到處走去照顧父母 你都挺委屈的 那其實我覺得 什麼委屈呢 那是你爸媽來的 應該照顧她 還要她養你到這麼大 還要到那時候四十幾年都還養你 你都很應該照顧她 這個是孝道 我覺得主持人是不對的 不是委屈 絕對不委屈 我覺得 訪問吳小姐還有下集的 原本500事件只是一些家庭的金錢糾紛 因為吳小姐在東張西望的訪問之中 不斷提及說她要拿回借給500的600萬 咬住吳房 還說500明明有千多萬在銀行都不還給她 於是在節目裡直接打給500問過明白 誰知道500竟然在電話裡爆出 原來500拿了吳小姐的資金去投資的公司 是由吳小姐持牌的 那間公司是一間財務公司 而且轉入500戶口的600萬 只是投資的第一步 然後500也加上她自己的一部分投資 所以就一次過傳入吳小姐持牌的財務公司 以後下來我會叫這間公司做財仔 即是說吳小姐付完600萬500 轉頭就用另一個形式加上她自己的錢 轉回吳小姐的財仔 再給予每年10%的高息給吳小姐 真的挺高的 當然啦 財仔和人的利息是二十多厘 絕對是很好賺的生意 其實按道理這件事是對吳小姐很有理 因為那600萬是在她自己的財仔裡 那根本的錢沒有離開過她手上 只是間接地由她公司持有 但是令人覺得很奇怪的是 為何一開始訪問的時候 吳小姐對她的財仔是隻字不提呢 其實連了500的錢 總共是注入了五千萬 但其實這些東西應該是吳小姐早知道的 因為那間公司是她持牌的 而吳小姐竟然不知道資金流向 實在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這個是第一點奇怪之處 而第二點奇怪之處 就是500在電話裡說 我養了你四十幾年 女兒你竟然敢搞我 那我就會問 為何500會說這些話呢 看回當初吳小姐是賣了自己的房子 帶著自己兩個小朋友 入住500的南灣大屋 那看來500應該是一直供養他們一家大小 還有有網友說 吳小姐其實是來過幾次分 但是這個消息就沒有辦法確認了 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是在整個訪問裡面 吳小姐從來沒有提過她的老公 或者小朋友的爸爸是去了哪裡 或者是誰 完全是沒有說過的 在訪問裡面 吳小姐也說她收了律師信 雖然之後500也有澄清 其實這封律師信不是由她叫律師出的 只是因為500現在申請破產 是沒有能力供樓了 所以銀行要收樓 吳小姐一知道被迫簽的事件之後 就立即問500拿回600萬 因為她就說如果沒有這些錢 那她之後怎樣跟兩個女兒生活呢 她還說現在要出去做part time 養她兩個小朋友 從表面看 吳小姐真的挺慘的 但是當我再思考多一會兒的時候 其實吳小姐年紀都不小了 整四十幾歲 她應該都見過世面 為什麼她被趕出大宅的時候 才說我要做part time了 養小朋友 她完全沒有計劃未來 所以500才出來說 喂女兒我都養了你四十幾年了 其實這個應該是真的 因為吳小姐一直都在大宅居住 應該大部分的生活費都是500給她 但是根據我看過的所有資料和這段影片 我覺得吳小姐現在是企圖為自己洗白 因為網民的看法已經開始改變了 由開始一面倒覺得500不對 現在變了 咦?不是喔 事情好像有多少疑點 那是不是應該先看清楚一點呢 我覺得事情一定一定沒有這麼簡單 我個人的分析 就是認為這件事是涉及財務糾紛 就是講來講來都是錢 一講到錢 天王都沒有貶比 父女都會擺臉 是不是因為500公司不行 或者她一間財債不行 被銀行追債 也都要收回她成大宅 所以吳小姐為了自保 好 所以就衝出來 就以500帶個小三 任屋為由 其實就根本想拿回那600萬 就拿得多少得多少 會不會是這樣呢 這個我就留給各位網友自己思考了 有什麼想法都可以留言後面告訴我 我都會逐一回應的 所以我經常都說 這個實際上 清官難審家庭事 好多事都沒有這麼簡單的 還有我認為 現時500應該絕對出來澄清 說回她自己那邊的故事 因為500絕對是需要保護自己 如果她覺得女兒真的不對 真的對她不住 應該大大聲聲說出來 這樣才是對自己最好的保障 希望500出來接受訪問澄清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好了 我今天跟大家說 吳小姐再次回應 網友對她的指控 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覺得我這條片 是講得有道理 希望各位可以支持我 CLS comment like和subscribe 訂閱我的頻道 除了星期六日和公眾假期以外 我會星期一節五 每日一片 跟大家說一些社會時事 國際時事 一些軟性新聞 一些騙徒行騙手法 以及大家如何防止被騙 最重要是用正確的法律觀點 和各位各出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讓大家不會誤墮發網 多謝大家